七国安集团财长会议5月11号、13号之间在日本新县县举行 会议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加快全球供应链多样化 降低过度依赖中国的风险 也从中和研究所经济学家穆瑞登英说 讨论一声显示他关注的焦点是对抗中国 为何七国安集团现在开始关注供应链多样化 供应链多样化与对抗中国之间是什么关系 有网友说七国集团总算找准了方向 但只有站在生死从亡的高度才会有意志走下去 为何供应链多样化如此的艰难 今天我们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这几个问题 第一位是南海大学埃坎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 第二位是中国市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明之心主持小明先生 两位嘉宾你们好 小明好小明先生好观众好大学朋友大家好 那我先想听小明之心啊 你来看看就是七国集团啊 这个为什么早不说晚不说 要在这个时候呢要关注供应链的多样性问题 应该说他们经历了刚刚啊算是刚刚过去的这一波疫情 在这个疫情期间中国很多地方封城 特别是上海一下封了那么长时间 那么作为一个重要的生产加工基地出口基地 那么对全球的供应链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让国际社会意识到单独依赖中国会存在很大的政治经济风险 再一个就是台海危机 这个风险一再升高 那么这个时候 一旦在台海这出了问题之后 那么也会对供应链造成极大的影响 这个的话呢 既是一种市场安全经济安全 最终如果出现重大的问题的时候 也会构成国家安全 那么毕竟供应链出了问题 如果长时间持续下去的话 那会影响整个经济和社会的正常运转 所以这是第二个因素 疫情一结束 或者说这个台海危机这个问题上 他们需要急忙的应对 再一个呢 就是过去这段时间 北京当局一再的用这种经济手段来胁迫制裁 在政治上让中共 让中国不高兴的一些事情 这些国家 比方说像这个立陶宛 因为和台湾的关系 让中共感到很不爽 所以就采取经济措施制裁 那么这些问题已经积累到了 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过去七国集团这些问题他们并非不知道 但是呢还可以德国且过 但最近的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特别是美国在这个问题上 有了比较强烈的这种感受和反应 所以这个时候 美国走在了最前边 这个时候 欧洲国家 其他这些工业国家 特别像日本也遇到这些问题 那么韩国像这个 日本的 韩国不是七国集团了 但是就说 这些国家都遇到这些问题之后 形成了一种 事态 逼迫这些国家 做出反应 我想是这个民族 谢谢 那么谢田教授 您是这个经济专家 那么这里头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供应链的多样化和对抗中国之间的 这个关系 有怎么个解释的问题 那一个是经济问题 一个是政治问题 那么这两个问题现在捆绑了 那你怎么理解呢 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 从来都是捆绑在一起的 我们不光是在中国是这样 在美国也是这样 在全世界都是这样 因为这个 经济 那个政治的实际上 就是这个经济利益 和经济利益冲突呢 最后的一个表现形式 体现在政治上 所以现在这次这个问题呢 供应链多样化呢 刚才小明先生讲得很好 我觉得他提到了这个瘟疫的问题 中共基本上就是没有任何预警 就突然就把这些世界工厂 很多就给关闭掉 一些造成全世界的这种供应链的紧张 还有那个台海的问题 台海问题如果一旦出现那个 你不用说出现战争 哪怕出现这个稍稍紧张一点的局势的话 那中共继续演习 造成紧张局势 造成这个海运中断的话呢 那全世界的这个芯片供应都会受到影响 还有这两点之外呢 实际上还有一个南海的问题 我们知道中共跟南海 跟这些南海诸国在这种岛屿 要这个争夺南海权益的利益上呢 这个冲突也越来越大 对美国来说 这个跟中共在这个南海发生冲突 是早晚的事情 那这也会影响整个这个世界的一些供应链 还有最新的一点呢 就是现在这个俄乌战争 在这个俄乌战争中呢 各个国家在选边站 这个世界的供应链 或者是这个战争物资的 或者一些这个输送呢 都从这个供应链的重新分配 从体现了出来 所以现在看来就是说 这个世界呢在对抗中共 这点毫无疑问 而对抗中共的具体办法呢 其实就是这个供应链的产业化 多样化 或者换句话说 实际上就是把这个供应链呢 从依赖中国这个局势呢 给解放出来 所以这个你可以说 这供应链的多样化呢 实际上是对抗中共 或这个围堵中共的一个 很重要的重大的部分 所以因为中共也确实控制了 很多关键的产业 尤其是这些能源产业 这些很多这些这个产品的制造 那对这个世界来说 那个让共产党中国来控制全世界 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 有个网友啊 在美国之音的网站上啊 留了一个言啊 这个因为他看了这个 关于供应链多样化的 这个转移啊 以来对抗中共的 这么一个报道之后呢 他说呢 总算啊 找走哪方向啊 只是个开头 道路很崎岖 只有站在身世匆忙的高度 才会有意志走下去 之前的全球化完全是政客短视 犯人资本家 走上了中国化 但是呢 我看到另外一个观点啊 我也在 一并的提出来 然后请教我们的小明先生 那么这是 京东集团的副总裁 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 沈建光先生啊 他说呢 啊 中国的这个 这个 他的这个 这个中国的产业链啊 他的标题叫做 中国产业地位 不易替代啊 他列了几个理由啊 那么第一呢 是中国的贸易资助地位 短期难以撼动 第二呢 中国经济保持较好润性 基础设施良好 产业链位置不易替代 第三呢 中国市场广阔啊 对外资有吸引力 第四呢 发达经济体重塑产业链 同样面临株雕挑战 那么意思就是说 尽管你西方老准了 对抗中国的方向 但是这是一个 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小明先生 我觉得呢 这个可以从 从两点看吧 从刚才那位先生说的 就是第一个网友说的 就是说 需要站在生死存亡的高度 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呢 本身就说明了 把产业链从中国转移出去 或者说多样化 它本身就存在着一个 付出一个巨大的代价 也就是说 只有在选择生死的时候 才可以考虑 其他的都可以放弃了 是不是 因为没有什么比生死更重要 那么其他的经济问题 就成了次要问题了 他是这个意思 那么刚才这个京东这个副总裁的话 他的话呢 只是说了一些客观上的一些条件 比方说中国有些许多不可替代的因素 在里边 但是中国这些因素 短时间内可能会不可替代 那比方说中国的巨大的市场 中国巨大的这种加工的能力 什么的 但是如果西方国家下决心的话 那么其实比中国人口多的国家有印度 比中国各方面条件好的 也有很多其他地方 这个并不是绝对不可替代的 中国的市场严格讲是很有限的 毕竟因为中国的大多数的人 收入水平很低 它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消费能力 这一点呢 那位曹德旺 记不清了 那位生产玻璃的那位 他就说过 中国真正有消费能力的人口 只有一两亿人 剩下的人根本就没消费能力 所以市场上 中国并不是一个最关键的地方 当然这即使有两亿 当然市场也很大 所以这里边就需要这些国家 为了它的长远利益 因为这个供应链多样化的问题 是为了确保自己的国家安全 不受威胁 不受胁迫 所以这个时候 它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比方说 到了它用经济利益 来胁迫你国家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你没有选择 那怎么可以呢 那国家就只能被人奴役了 那怎么能接受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必须的确保供应链的多样化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只有不依赖中国的 就不能够完全依赖中国的供应链 这时候才能有效的 对抗中国的这种胁迫 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至于他们这个事情 主观上如何做 那么在客观上 一定会削弱 北京的这种世界工厂的地位 因为这里边是一种零和博弈 我把这个工厂 供应链建在中国 那么其他地方就不会再有了 如果其他地方有供应链 那么北京的供应链 那就会肯定会被削弱 或者被废弃 那么这里边 它是一种零和博弈 所以如果下决心做的话 那肯定的会对中国构成威胁 当然这里边 确确实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就像那个京东的副总裁说的 重塑这个产业链 那当然你需要 从头 很多地方从头开始 比方说 把汽车这所有配件的产业链 从中国移出去 那这个事情 这个需要很大的工程 很多东西可能要 从最基础的零部件开始 来布局 所以这些可能要很漫长 而且投资很大 比方说像那个什么 类似像这个台积电这种 企业 这个什么 郭泰明的企业在大陆 那么即使只是个装配线 都需要投几百亿的投资 建厂房 建设备什么的 所以这个都非常需要 大规模的投资 这里边需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这是一个确确实实 是一个实事 那么中国 现在已经有的东西 在其他国家重做 比方说越南 它的基础设施什么 都可能还短时间内 可能还完全跟不上 那么这个 但是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如果有足够的时间的话 我想中国的产业链 没有什么不可替代的地方 谢谢 我非常感兴趣 就是说小明先生提到的 这是一个零和游戏 但是从美国的一些官员的讲话 例如说耶伦最近的讲话 他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说这些措施应该聚焦于国家安全 而不是削弱中国的经济竞争力 和推动经济增长的能力之类的说法 也就是说 美国西方在寻求跟中国产业链 多元化的时候 他不是想削弱中国 而是说我只是为了自己的安全 所以说我想问谢田博士 我们还有 今天我们的时间 要留一部分给我们 另外一个节目 做一个广告 所以我们还有大概三分钟 给谢田教授来回答这个问题 你认为美国的政治家们 考虑的这个问题 是不是一个零和游戏 或者是说双赢的游戏呢 美国人一般不用 像我们在商学院管理学员教授的时候 我们都会教学生 就是说我们不要用这个零和游戏的那个思想 一般来说就是说当年这个 跟这个俄国人 美国人跟俄国人在冷战交往的时候呢 大家一般采用的是那种零和游戏的这种思路 美国呢实际上是确实希望是双赢的 Win-win situation 是双赢游戏 实际上美国也不是这个 我不认为美国实际上在 稀疏在经济上削弱中国 这个不是美国的目标 所以对美国来说也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这个 但是美国确实不希望这个中国在这个 在国防和军事力量上呢 对美国构成威胁 这也是很自然的 这就是美国的那个利益所在 美国就是要当一个世界老大 现在这个刚才提到那个小明星人提到这个 这个供应链转移的事情啊 不就是这个京东这个经济学家提到的 我认为这个这个说法是错误不准确的 就是说中国这个产业链的替代呢 实际上是很容易发生的 并且实际上我们看到中国真正这个 作为世界工厂成为这个国际产业链的一部分呢 实际上就是发生在过去20年期间 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呢 所有这些工厂投资的进去以后呢 中国产业链就发展起来 并且呢这个产业链转移呢 并不是人们很多人想象的 你是不是要把这些建在东莞啊 深圳啊这些机器的厂房设备 把它搬到搬走 才叫产业链转移 不是这样的 它根本不是要搬走 因为在这个对西方来说 这个新的产业链 新的那个新一代的制造技术呢 它在投资的时候呢 它完全就是说是要重新开始 你比方台积电这个台积电造这种芯片 对吧 它原来造7纳米的 5纳米的那个设备厂房呢 并不是说一下改装起来 就变成2纳米了 这2纳米它要重新建造 实际上国际资本和这个西方资本在做的呢 在转移中国产业链的时候呢 它只要把这个订单 订单下到那个越南去 自然有新的设备 更新的设备 最新的设备呢 在那边建厂建起来 而这个过程呢 5年就可以建起来 现在实际上这个产业链 这个真正外移到越南啊 运夺这些国家 现在已经在发生 并且很快很快在发生 至于说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的那些产业 一些产业基础 那个用来满足这个中国自己的市场 内需市场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用来就是说 想拓展国际市场 现在以后就不 就是基本上不太可能 OK 好 我们这个油管网友呢 童话故事呢 故事童话呢 他说啊 布林肯在中国政策演讲时呢 承认中国是在军事 经济科技 有全面挑战美国的能力 现在是应对中国的关键窗口期 今天美国的竞争作为 将决定未来美中的格局 那么油管那个 好 那么 我们的时间有限啊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南卡大学 埃肯商学院的讲座教授 谢田博士和中国时政评论人 自媒体 小明之心主持人 小明先生呢 参加今天的十四大家谈 嘉宾呢 在节目中呢 发表的呢 都是他们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感谢很有目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